好,那请各位看一下前面 那我们再示范一个计时器 就是Timer的使用方式 所以我还是新增一个新的专案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只是做时钟了 因为其实不只是时钟才用得到计时器 有很多东西都会用到计时器 那所以我们来做一点点不同的东西 好,第一个我想做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个Picture Box 就是它可以用来放图片 那为了要就是显示它的功能 所以我稍微去找张图片过来 OK,我用Google找张图片 好,我来找个球吧 好,那就一颗足球好了 好,那我想这一颗 哪颗球好嘞 好,随便一颗啦 就这颗啦 那我把这个东西存下来 另存以向 另存以向为 那这是JPG档 我把它存下来 我存在这里 我先把我们的专案存一下档 跟它存在同一个资料夹 这样会比较好 好,所以我把它儲存 好,这样我这边会有个资料夹 叫TimerBall Move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TimerBall Move 这一个资料夹的建一个 建一个Image的资料夹 然后把它放进去 Ball.jpg 好,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里 去设定它的图片 那在设定图片之前 我先改一下名词 PictureBoxBall 那这边的Image现在是5 我点一下 我发现说OK 它到底是要用专案资源档去费入 还是本机资源 我们选本机资源 那我费入 费入什么呢 我费入刚刚的那个资料夹 里面的图片 就是TimerBall Move里面的这个Ball.jpg 我按确定 那你会看到OK 这颗球可能大了一点 大了一点 那这样我们显示不了整颗球 没有关系 因为这边其实是可以调整 那我们来调整一下 它的Size Mode Size Mode就是说 它这颗球的图片 它的大小呢 是要一般 还是要伸缩 那或者是AutoSize自动 那CenterImage就是把它自中 Room就是调整大小 那我就让它StretchImage就是让它伸缩 这样我调多大它就多大 这个就OK 那我现在不希望它太大 所以我先这样 好 那射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要示范的是Timer的功能 所以我先暂时先不用Timer 我先加个钮 好 我加个钮 那这个钮呢 我叫ButtonLeft 好 ButtonLeft 好 那这时候我让它显示的字 就是一个键号 那我如果让它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让Pictureboxball 这个Pictureboxball 点Left 刚刚那个是右吧 所以我这个名字应该取错了 那我改过来好了 把键号 既然是Left 键号就往这边 好 这样才对 好 所以点Left 减等于5 好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我们的球呢 如果我每按一下 它就往左动一下 那这个还不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我们要看的是 我怎么让它一直动 那我要让它一直动 我就得靠Timer 所以我要加一个Timer 好 我来加一个Timer进来 这Timer也就叫Timer 那我一样去设一下这个Timer 那Interval就设100 就是说一秒钟 大概动10下 然后呢 我们这个Tick 把它设 设一下下 那我让它呢 也会 球也会 往左移 两格就好 不要移太快 好 那两点 这是两点 那所以我让它Timer 每次跑的时候 好 球就 往左移两点 好 那接下来 我必须把这个Timer启动起来 但是 我还是加个按钮好了 我加个按钮 让它 代表开始动 好 这个Button 好 我不改它的字了 好 我就叫动好了 好 那这边 OK 这个按钮的名字也改一下 Button move 动 那当我按了Button move的时候呢 我让我的Timer 的Enable 设成True 好 这样子 它应该就会开始动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现在呢 我按这个 它是手动 对不对 那我按这个呢 它就自动 OK 那我就不用再按它了 我不用再按它 它就一直跑 好 那各位就会发现 它会不见 好 它跑出去 就不再回来 因为它一直减嘛 它就变负了 负着就不见了 好 那 这里呢 就给各位作业好了 好 那你怎么让它不要不见 那 第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当你撞到了时候 撞到了 那你弹回来 好 就在这边 左右移动就好 好 先试试看这个 好 我告诉各位怎么做 让各位自己试 好 可能要用EF 去判断 可能要设一个方向 我现在的方向 到底是左 还是右 好 如果是我现在往左 结果碰到墙了 好 碰到边界了 那 我判断 它到边界之后呢 我就把我的移动方向反过来 好 那它就变成改成往右 好 右又碰到边界了 好 超过 那就再改成 反向 右往左 好 那就左右移动 OK 那事实上 其实你也可以不止左右移动 如果今天它有一个 呃 纵向的分量 那它就不会只是左右移动 它会变成 呃 各位有玩过那个打砖块的那个 小游戏嘛 对吧 打砖块的小游戏 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这边有个板子 那这一个球呢 在这里 那我如果 按开始之后呢 这个球就开始 扣扣扣扣扣扣 那怎么做 这个球一开始有个 我随机取个分量 随机取个分量 它就往那边跑了 那跑的时候 撞到什么东西 就反弹 一样 只是它有两个方向 反弹 对不对 那如果是撞到上面 那它就往下反弹 是什么 是歪轴 反向 如果今天撞到 撞的是 右边或左边 那 它就变成 X轴 反向 好 所以 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的 更有用一点 你就做一个 打砖块小游戏 当然你还得要 布砖块 好 那 暂时呢 你先不要做 那么复杂 你可以先 做左右 反弹 那 左右反弹 做好了 你让它有一个斜的分量 做 除了左右反弹以外 还可以上下反弹 那你就会发现 我一个板子在这里 虽然没有砖块 但是呢 球可以 让我打 OK 如果碰到我的板子 它也会反弹 那 这只是个 建议练习 但是我们 不做给各位看 留给各位 自己来 这个会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 练习 会是很有趣的 一个练习 那 所以 我们现在 所做到的 请你先做到跟我一样的 类似的东西 至少找张图片 放进来 让它 可以手动 也可以自动 OK吗 先做这件事